远行的目标是米兰 文明欧洲的艺术之城 时尚之都 更是文明世界的足球之城 蓝黑色与红黑色在这里交织 也交织着罗纳尔多的足球生命 1997年6月20日 国际米兰俱乐部办公室的阳台上 罗纳尔多接受着球迷朝拜般的欢迎 他给这里带来的是一个梦想 在诺坎普获得的光环 让所有的国际米兰球迷相信 3800万美元的创纪录身价 为梅阿查球场带来的 是一个可以继承国际米兰悠久辉煌的历史 可以为他们夺回 已经八年未曾染指的联赛冠军的天才 盛大的欢迎仪式开启了蓝黑色的期望 这是一个挑战 那时的罗纳尔多不知道等待自己的 会是怎样的幸福和梦魇 那时的他只希望让自己的名字能够像 梅阿查和桑多罗马佐拉一样 在蓝黑色的历史长河中闪亮 当时他钟爱的九号球衣的主人 是治理人萨摩拉诺 罗纳尔多只好选择了十号 在他之前 穿着这件球衣的伯格坎普 在这里度过了最冰冷的一段岁月 意大利国角卡波尼 也在短短一个赛季后就黯然离去 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斯内德之前 从巴乔到西多夫 从阿德里亚诺到伊布 国际米兰的十号 总是与低迷 悲情 或是放荡不羁 这些形容词伴在一起 但至少 在罗纳尔多身披这件球衣的那个赛季 蓝黑色的十号 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第一次走上一甲赛场 第一次为国际米兰 洞穿对手的球门 罗纳尔多只用了一周的时间 在前十轮的比赛当中 罗纳尔多就为球队奉献了八个进球 国际米兰打出了当时八胜二平的 俱乐部在一甲联赛历史上的最佳开局 米兰城的标志之一 维斯孔蒂家族的精灵蛇 讲述着一个从妖魔手中挽救城市的英雄骑士的故事 而现在罗纳尔多手中高高的举起了次向对手的长剑 对于任何一个在米兰城效力的球员 能够在德比中成为主角 就能够更彻底的征服球迷的心 9798赛季的下半程 罗尼在米兰德比这个决斗场上 留下的是一个神奇的进球 和一场让欢呼响彻梅阿查球场的胜利 国际米兰名宿桑德罗马佐拉在评价这个进球时说 面对射门的机会 罗纳尔多的脑子里会闪出一千种选择 没有人能挡得住这个家伙 97年底 罗纳尔多成为欧洲足球先生 98年初 不到22岁的他 已经第二次得到了世界足球先生的殊荣 如果说离开巴萨时的罗纳尔多 就像是刚刚走出龙他美术学校的毕加索 那么在米兰 他就像是达芬奇留下的最后的晚餐一样 成为了这里足球记忆中的 顶级大师 张开双臂庆祝的蓝黑10号背影 则成为了米兰城新的珍藏 32场联赛 25个进球 只要跨越尤文图斯 罗纳尔多就将迎来在欧洲的第一个联赛冠军 对 中文字幕——YK